今天我們開始看詩編第五篇 在這個標題 大衛的詩交與寧長 用吹的樂器 和第四篇是有接近的 但第四篇 他就是用詩緣的樂器 所以這裏 吹的樂器就是吹奏的樂器 當我們看 第一節和第二節的時候 其實這裏是反映到 希伯萊一種 平衡的結構 因為詩編都是一種文學的體材 希伯萊那些 那些的詩編體材 很多時候就用了一個平衡體 我們看這裏 希伯萊的寫作的次序和中文的次序有些不同 因為 中文的次序 他這裏說了 先稱呼 希伯萊的 耶和華 將耶和華 擺在頭 求你 留心聽我的言語 顧念我的心思 但是 在希伯萊文 其實這裏 一開始 就是 講了 這個字 就是一個命令語氣的動詞 所以 應用在 耶和華 那方面 是有一種祈求的意思 這個就是 給耳朵去聽 聽什麼呢 聽我的說話 這個就是我的說話的意思 所以在英文翻譯做什麼呢 英文翻譯就是 Give ear Give ear to my words 所以 在中文那裏 他就說 留心 聽我的言語 是說了這個留心聽我的言語 然後才 有這個字 就是阿道拉 就是耶和華 上主的意思 跟著呢後面 又是 有 就是另一個的 祈求就是 去 顧念我的心思 就是 在這裏 但是我們看第二節 第二節 就是 同樣的 這個字 其實 又是一個 命令語氣的動詞 這個命令語氣的動詞 就是 側耳的意思 而側耳 又是 留心去聽他 那個什麼呢 留心去聽他的 呼求 那個的呼求 那個的呼求 而呢 在這裏特別 他稱呼的 就是 我的王 這個字 就是我的王的意思 以及我的神 你會發覺 這篇詞是大衛寫的 大衛他本身是一個王 但是他稱呼 神的時候 亦都稱呼 神做王 所以這裏我們看就是一個 皇上王 神就是這個皇上王 大衛王之上的王 所以這裏他又 求神 就是誰聽我的聲音 因為我向你祈禱 而這個祈禱 那個漁民的意思就是 反覆不斷地祈禱 所以這裏 讓我們都學習 我們怎樣向神去討告 神是我們的王 我們的神 我們一起去討告 親愛的天父 求神你看顧我們 聽我們的討告 你顧念我們 願主你施恩 你就是我們的王 是我們的神 所以我們 需要每天去倚靠 仰望你 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名求 阿門